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周末的时候 北京爆发新的新冠病毒疫情 搞得大家都很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在首都 而且感觉上所发现的这种情况或者说疫情 这个扩散的速度还蛮快的 虽然是在一个市场中发生的 但这个市场非比寻常 我们看今天跟大家谈的就是市场里的三文鱼 这个看新闻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因为进口三文鱼中 带有这个病毒爆发的这个境外输入型的感染 而且这是很另类的 过去那个境外输入 大家都担心是人从国外飞到国内来 入境以后 把境外的病毒带到境内来 但没有想到这个生物体就像这个鱼 被宰杀了以后 居然也会沾染病毒 那这个图里面呢 这个背景呢 是什么地方呢 它的背景呢 是圆明园 圆明园的浮海之东 在乾隆皇帝时代有个叫长街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乾隆在圆明园里头特色的市场 很特别的市场 这个叫做公式或者说皇家市场 那这个图中间呢 就是一个三文鱼 这个其实现在没有这个所谓公式或者皇家市场了 但是呢 这个这一次爆发的地方呢 叫做北京新发地 果菜的这个批发市场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今年初啊 疫情爆发 应该讲去年底啊 疫情爆发的时候是在武汉 那爆发的源头 目前大家认为 怀疑度最高的也是在一个市场 那这一次呢 北京发生这个疫情呢 也是爆发在这个市场 来我们看这个图啊 这个图呢 就是新发地市场的这个卫星图片 万民哥把这个市场的范围啊 画了起来 稍微帮大家读者去看了一下这个市场 哇 看了以后大吃一惊 这个说不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每天处理或者说销售的这个蔬果 就有四万公顿 还有水产呢 有一千五百公顿 羊也有一千五百头 还有这个牛啊 等等等等的 真是非常不得了 那除了我们一般所知道的食物以外 旁边呢 还有这个鸡蛋的这个批发市场 还有花卉的批发市场 所以整个面积啊 对不对 加起来啊 有两百多个足球场面积那么大 这个位置呢 就在这个北京的南院啊 这个丰台区啊 这个附近啊 这个地方以前呢 还叫做新坟地 也就是说在这个期末明初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其实很偏僻的 都是一些人过世以后这个埋葬的地方 所以叫做新坟地啊 新坟地意思是说北京是个古城嘛 有清朝的坟地 有这个明朝的坟地 还有元朝的 甚至于更早留待的坟地都有 那历朝历代这么多年下来啊 到了清末明初的时候 没有地方可以大规模的下葬 那只有这个地方 陈南区这个地方啊 有个新坟地 所以大家呢 叫它新坟地 后来呢 这个改名 改成这个新发地 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 因缘巧合就变成北京最大的这个农产品 或者富时的这个批发市场 但因缘巧合也有一定的原因啊 因为它处地立之变嘛 刚好是北京 向南 到河北 到山东 必经的106国道 这个的旁边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啊 甚至于我们天津啊 很多的这个富时啊 都是由河北 山东 河南 这样供应过来 刚好顺着106国道上来 所以每一年这条道路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那回过头来大家会觉得怎么都发生在市场 其实不要奇怪 必然发生在市场 有人那样子讲说外民跟讲话太独断了吧 99.9%必然发生在市场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张图 外民哥替大家整理了一下子啊 因为市场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扮演了集中再分散的这个角色 集中什么呢 把分散在各地的物资 把分散在各地的劳务 把分散在各地的讯息 把分散在各地的知识 把分散在各地的资金 集中在这个市场 进行交易 交易完了以后呢 再把这些物资 劳务 讯息 知识 资金呢 再分散出去 大家都不要忘记啊 我记得这个天津啊 这个 今年初疫情爆发的时候 最严重的就是那个保底 那个百货公司 那也是一个这个市场 当然跟这个新发地的这个市场 规模不能相比 但是也是一个人群啊 买卖之间啊 交易的集中场所 听说啦 是有一个鞋犯 跑到大新 批了一批这个鞋子 拿到保底去卖 那卖的时候呢 它有现金交易 那个钞票上啊 都沾了病毒 结果造成保底地区 甚至就是我们天津地区啊 最大的感染源 为了这个事情啊 天津市政府啊 只是忙翻了一天 忙翻了一天 把那个事情啊 解决以后呢 这个整个天津的疫情 才控制住 所以你看看啊 这个不管是在武汉 是在天津 是在北京 市场扮演的这个 特殊的这种角色 因为它有外面哥哥讲的 它有这个 把分散在各地的物资 毛物 讯息 知识 还有这个资金啊 集中起来以后 再分散出去 大家想想看啊 这个新发地 这个批发市场 光输果 一天就将近四万公顿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啊 一天之内 集合起来 到新发地 不到几个小时之内呢 就已经分散到 整个大北京了 北京70%的输果 都是这个市场工艺 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市场的生态的话 大概清晨啊 三四点钟啊 就开始批货了 批货了 各地的零售商啊 对不对 到这边来带货 大概到九点钟之前 都已经到零售的市场里头去了 也就是说 这个货 从半夜开始集中 到第二天早上 分散到北京各地 大概前前后后 就花那么七八个小时时间 你说效率高不高 这就是市场的威力 这就是市场的威力 所以它会变成病毒传播的一个 最佳的平台 跟转运中枢 是有必然的道理 大家听了外民哥这样子 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外民哥讲说 必然是从市场中 这个扩散出去 有没有一点道理 好像是有一点道理 有一点道理 这个你又可以想见中 这个市场的这个重要性 因为我们每天 这个食衣住行 各种生活所需的必需品 都必须从市场中取得 你说没有啊 我都是透过电商啊 透过外送啊 我没有到市场 我还不是取得这些物资 没有错 但是呢 提供你这些物资人 他们也要到市场去买啊 是不是 这个你可以跟这个餐厅下订单 但是餐厅的厨子采买 他也要到市场去买东西啊 那有的餐厅比较懒一点 他就干脆每天呢 跟这个中盘商 讲好价格 讲好数量 一大早就送到这个餐厅的门口 也有这种情形啊 但是呢 还是跟市场里头去调货啊 还是要跟市场里的这些摊商啊 这些批发商啊 进行这种接触啊 这是避免不了的 这也是人类生活中啊 一个惯性 一个特性 一个必然会有的现象 我们看下一张图啊 这张图呢 这跟大家解释啊 易经细词 这是啊 易经大致知道 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中 算是最古老的书 已经这个超过三千年了 它里面就有提到 日中为事 至天下之名 聚天下之祸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你看 三千多年前 易经就把这个市场这个事情啊 对不对 解释的清清楚楚 也就是说 在中古以前呢 大家把货集中在一起 然后呢 要买的人 要卖的人呢 就在这个市场中交易 等到呢 这个 到了下午以后呢 各得其所 在这个三千多年前啊 货币也许没有那么多发达 不像我们现在货币 有这个虚拟货币 有实体货币 那在早之前呢 有铜币 有这种贵金属 有贝壳 也许那个时候 很多交易还处于 这个 以物易物的情况之下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已经有了市场 所以大家 从这点就可以了解 市场的这种重要性 那任何人呢 你要了解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这个区域 老百姓 生活的情况 富不富裕 日子过着 充不充足 其实到市场中 也最容易去了解 我们看一下一张图 这个是 我们习主席啊 这个今年还有去年啊 分别在 南州啊 还有在陕西啊 去巡视市场的这种 情形 你看国家领导人 要了解明末 这个除了坐在办公室里头 透过 所管辖的行政单位 政府机构 提供各种书面资料 还有讯息之外呢 那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深入民间 那深入民间到哪去呢 就先到市场来看看 那于市场里面 第一个人最多嘛 第二个呢 对不对 市场可以接触到 方方面面的事物 了解老百姓在交易过程中 比如说价格怎么样啊 物资供应的充不充分啊 老百姓的需求是什么啊 这个捷令呢 对不对 会生产或供应什么样的 这种蔬菜水果呢 这个猪价可不可能 对不对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得到这个控制呢 书面资料 固然有最高的这种参考价值 但是田野调查 实地的这种调研 要跟书面做这个印证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那我们再看下张图 这个中国如此 那国外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这两张图啊 这个左边这个图呢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 这个到地方啊 去帮他的同党的后选 这个州长候选人啊 助选的情形 大家都知道 你看旁边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穿着红色的衣服 特朗普啊 戴了一个红色的领带 红色是代表特朗普的这个 民族共和党的颜色嘛 这个竞选活动中啊 一定要到市场 这个转一转 一方面呢 表示呢 这个国家领导人 对这个地区老百姓生活的关心 另外一方面 美国那么大 你要上哪去 一下可以接触到这么多群众 那很简单嘛 就到市场去 到超级市场去 那一定呢 只要一开门就有人 你要找最多的人 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在一起的话 那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右边这个图呢 是德国总理梅克尔 最近在超市中 买东西的时候 被这个民众拍到 然后贴在这个网上的一个画面 大家都知道 这个梅克尔所属的 德国基督教民主党 这几年啊 这个基督教这个执政联盟啊 他们在德国的选举中啊 得票率不断的衰退 这个甚至于都很担心啊 他所属的政党 下一任可不可以啊 继续啊 这个扮演德国执政党的 这个角色 这个但是梅克尔啊 他自己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说 他不会再寻求连任总理了 结果他的民调 最近反而特别高 支持度超过了80% 打破了德国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所有的这个政治人物 支持度的这个记录 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梅克尔最让人家津津乐道的就是 他经常下班的时候 清车减充 经过超市的时候 就到超市里头去买点东西 回家做饭用啊等等等等的 其实除了对不对 这是反映出他的生活习惯之外 另外一方面呢对不对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也希望透过上菜市场的方式 更能够了解 这个老百姓 人民呢需要什么东西 生活的这种状况 对他施政都有绝佳的这个帮助 但讲到这边啊 我们还是回到市场本身的这个定义 万民哥刚刚讲到三千多年前 一经就已经有提到了市场 但是那个时候很可能是以物易物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到了战国时代 市场所扮演的功能 那已经就扩大了 大家都听过梦母三千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不知道 但是呢这个故事最早是介于啊 东汉的学者 这个刘相所写的《猎女传》 里面提到孟母怎么去教小孩子 这个《猎女传》里面的描述啊 大概是这样子啊 就是孟子啊很早父亲就过世了 所以母亲呢 这个一手把她培养长大 那长大的过程中呢 这个刚开始呢 家里头是住在坟墓堆旁边 那这个孟子啊 模仿力很强 在我们坟墓堆旁边 经常有人办伤事 结果这个小孩子调皮 看到人家哭哭啼啼 办伤事的情况 他也学着人家怎么办伤事 这个孟母就很担心 这小孩子这个样子 会不会影响他将来的发展 就搬家了 搬到哪边呢 搬到市场边 而且是在市场边的 卖猪肉的旁边 就是屠夫的旁边 结果发觉没多久呢 孟子就学会了 怎么样去杀猪 怎么样去买卖猪肉 猪饭的一言一行 对不对 模仿的唯妙唯孝 这个孟母又非常担心了 怎么办呢 再搬家 搬到哪边呢 既然小孩子 对不对 模仿力这么强 那我就干脆搬到 一个有助于他 学习的环境中 结果就搬到学校旁边 结果呢 这个孟子呢 耳濡目染 这个从小呢 对读书 就特别特别的 能够这个进入状况 这个跟他生活的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终于长大 这个成才了 这个故事是真之假 不知道了 但是呢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学区房啊 它的价格比较高 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这个两千多年前啊 孟子的母亲教孟子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搬到学区附近 居住的话 对于小孩子将来 向善 还有发展啊 绝对有正面的这种意义 你看这个观念啊 到现在来 一直影响到中国人啊 这个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 也影响到房地产价格 定价的一个标准 这个买房子 当然二话不说 学区房一定最贵 尤其是好学校附近的房子 那这个是中国人啊 特殊的这种习惯 什么习惯呢 就是重视教育嘛 这个想法呢 或者价值观 可能在美国 就不是这个样子 美国可能 又有另外一套方法 但是万民哥曾经啊 在这个加州 小住过一段时间 美国加州小住 一段过的时间啊 也发觉华人住的地方啊 特别喜欢居住在学区附近 就是好的大学 好的高中附近 这是一般 这个美国人啊 不太能够理解的 这个一种观念 也因为这个样子 许多华人聚集的地区 特别是美国加州 这个华人在美国 群聚最多的这个地方啊 学区房啊 就特别特别的贵啊 但不管怎么样 讲这边都跟大家 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市场这个事情啊 影响到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 这个不但是一般老百姓如此 连当皇帝居住在 这个深宫里面 印象中 皇帝住在这个宫殿里面 很少跟老百姓接触 但是呢 皇帝也很想过 平民老百姓的生活啊 他怎么去过 平民老百姓的生活呢 那很简单嘛 就想办法 对不对 到市场去 跟老百姓接触嘛 但是 在皇宫里头 没有市场啊 这 这种情况之下 我怎么体会民间的生活吗 那没关系 皇帝嘛 就是不一样 讲一句话 下面人就会办 那我从外面 把市场搬到皇宫里头来 不就结了吗 所以大家如果对历史上 有点研究的话 这个后汉书里面 首先就提到了 汉林帝 干什么呢 汉林帝啊 这个干了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就是在宫里头啊 成立了公事 经常叫这个宫女啊 假扮成这个 卖菜的 卖衣服的 或者商店的这个店主 在宫里头啊 组织成一个市场 大家在那边进行交易 宫女公事跟宫女之间啊 大臣也可以来参与啊 皇亲贵奏 也都可以到这个市场里面啊 去进行交易 这个皇帝 透过这种方式啊 寻求乐子 寻求乐子 那有些皇帝很厉害哦 他这个 不但呢 对不对 透过公里设立的市场啊 对不对 了解 或者过足了老百姓生活的瘾 甚至于啊 对不对 这个过度投入的结果啊 还学的一手做买卖的好技能 这个禁书里面有记载啊 这个 明怀太子 于宫中为室 死人屠孤 首帅金两 轻重不差 这个闽怀太子是谁呢 就是 晋慧帝 那个历史上 很有名 那个非常昏庸 智商不足的那个皇帝 晋慧帝 他的儿子 后来立为太子 叫做闽怀太子 这个闽怀太子啊 从小就很聪明 所以晋慧帝呢 对不对 很喜欢他 但是长大以后 发觉他行为越来越 这个乖章 那乖章的行为里面 有一个就是 他很喜欢 在皇宫里面 这个组织一个市场 进行买卖 而且他特别喜欢扮演什么 当屠夫 当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任何人切下一块肉 他只要拿在手上 掂量掂量 就知道这个猪肉的这个重量 表示呢 对不对 他对这一套 这个当屠夫 饭肉的人的这种 生活绝迹啊 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 大家不要以为哪一块猪肉 你掂量掂量 可以掂量出这个猪的重量 没什么了不起啊 猪的这个部位 猪的年龄大小 这个体重 不一样的话 一样单位的猪肉 切下来重量也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敏怀太子呢 可以完全掌握相关的这种技能 这个的确很不一样 那除了我们知道的 这个汉代近代 其实历朝历代的皇帝 都喜欢在宫中里面呢 搞一个宫式 打个比方说 宋徽宗 也很喜欢在这个宫廷里面 组织市场啊 进行买卖啊 不要讲了 连宋代最好的皇帝 宋仁宗 他也喜欢做这种事情 这个很奇怪 可能是一种补偿心理 但也有人啊 对不对 这种极端了 像这张图 接下来看啊 明武宗 明武宗 他这个不但在宫里头设市场 他也不过瘾 最后呢 决定了 走出这个皇宫 到宫外呢 去成立这个商店 找太监啊 成立了这个商店啊 而且还有名号的 比如说 吉庆号啊 宝源号啊 大家只要一看到 这个吉庆号 宝源号就知道 是明武宗皇帝所开的商店 而且开到全国各地 特别他喜欢做什么 做编帽 编帽的利润高嘛 这个皇帝 已经握有天下了 但还觉得不过瘾 自己要开店 那还有人呢 这个 在这个宫中 这个建立市场呢 其实啊 就是纯粹满足个人的 这个乐趣 这个 清代啊 有一本书啊 里面叫做 《村兵野士集》 里面有记载 记载什么呢 乾隆皇帝怎么在宫廷里头啊 这个成立 这个市场 它里面是这样写的 圆明园 浮海之东 圆明园 大家如果去见过 这个圆明园的话 圆明园里面 有好几个大的这种 湖或者池塘 都叫做海 其中有一个大的湖 叫做湖 叫做湖海之东 有同乐园 你就知道 这是乾隆皇帝啊 这个作乐 寻欢的这个地方 每岁室内亭租成 天系于此 每一年呢 对不对 都会请臣子 到里面去听戏 听戏的同时呢 高庙时美智心碎 特于园中设 买卖皆 凡古玩孤一 以及 酒饰茶炉 无所不备 甚至稀小筐 受瓜子枕 亦被淹 你就晓得 这个乾隆皇帝的 这个市场的规模 不小 这个卖的这种物资呢 对不对 还有摊贩呢 也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乐此不疲 每年都办 每年都办 这个不但每年都办 还一年可以办好几次 比如说太后 这个过生日的时候 对不对 她也要办 根据历史的记载 她不但在圆明园里头办 甚至于还到颐和园里头去办 颐和园在乾隆时代呢 叫做清颐园 现在如果大家到颐和园玩的时候啊 在这个北宫门 外面有个叫苏州街 也是在乾隆时候 所成立的一个皇家所属的宫市 就是宫廷的宫市场的市 这几年把它复原了 你就可以了解 乾隆下江南以后 看到将来那个富宿 苏州的那个街坊 比这个北京的这种街市 还要繁荣热闹 所以呢 回到北京以后呢 还在颐和园 这个旁边呢 成立一个苏州街 这个不能够天天这个难寻 但是呢 它可以啊 随时到苏州街 过过老百姓 怎么上市场的那种影 这个 因为经常办这个活动啊 还留下了一首诗 就是有一年啊 乾隆皇帝 在这个和僧的陪伴之下 去逛这个宫市 当时呢 这个宫里面呢 有很多皇亲贵奏啊 也出来摆摊子 其中啊 这个顾伦公主 顾伦公主是什么 这个乾隆皇帝的女儿嘛 她嫁给了这个和僧的儿子 丰生伊德 英德 也在那边摆个摊子 摆摊子卖东西呢 看到父皇来了 希望护皇捧捧场 但是呢 这个乾隆不为所动 最后呢 这个 拉不下脸来呢 是和僧 花了二十两金子 跟顾伦公主 跟自己的 这个儿媳妇 买了一个张 还留下了一首诗啊 就顾伦公主 席红袍 大家都知道 这个清朝内部里面的规定 宫廷里规定啊 这个女眷啊 不同的身份 又穿不同颜色的 这个衣服啊 公主就穿红色的 这个仅次于皇后 买卖街头 价值高 公主出面 卖东西 当然价钱利比高啊 弃取张身 天不易 就是希望 皇上来买 但是呢 这个自己的父皇啊 对不对啊 不捧场 装着不知道 装着不知道是什么 是希望和僧 你的老丈人 自己来买 这个 连交 还是仗人好 这句诗里面啊 其实反映出 卖东西 有四个要理 第一个 什么人卖 第二个 什么时候卖 第三个 这个卖的 这个 场所在什么地方 第四个 买的人是谁 这四个因素 至于卖什么东西呢 其实不重要 把这首诗 好好地回味一下 投资人做生意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 不一样的金钥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